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容 我得好好看看 咱们这样 您稍事休息 我们小关先来露一下 今天杭州来的小关带来的美容早餐是银耳红枣莲子粥 主料有大米 糯米 玉米 银耳 莲子 红枣 调料是具有杭州特色的桂花酱 这道早餐具有怎样的美容功效呢 我们首先先把原料涨发 好 大家泡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用凉水 凉水排 对 这样才能保证原料的营养 也就是说你要早上做的话 应该头天晚上就用凉水给它泡好 对 是的 好 第二步呢 第二步我们是要把莲子去腥 好 好 这莲子我们已经去好腥了 这个腥呢也不要扔掉 对 这个腥我们放到后面 还有我们新的妙用 对 因为这个美容呢 首先要排毒才能压力 对 你看 莲子新的就排毒的方法 是的 因为杭州美女也比较多嘛 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早餐 由我们男人来做 从早餐就开始美容 对 第三步怎么做 第三步我们就可以把原料放入锅中了 好 那我们就放吧 好 先加水 加水 做粥很简单 但是其实也非常有讲究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大米和糯米的配合呢 因为我们的原料比较多 配合了糯米的话 粥会比较稠 然后我们所有的原料 都是以美容为主题的 是的 好 特别是我们的意米 因为它里面含有非常多的营养成分 它有抗皱 去斑 除湿 是 非常好的一种营养食品 对 糯米和大米的比例一般是5比2 糯米少 其他的原料全部都是一分 一比 一比 好的 好 最后要介绍一下的是红枣 红枣 因为我觉得美容应该以内养外 所以说红枣能补血 就感觉有一种百里透红的美 百里透红 你红枣吃的不少 所以有种枣红色 开个玩笑 来 我们盖上盖 好 盖上盖 大开以后我们可以收小火 粥要煮一个小时 好 这时候我们要先放入一味调料进去 那就是我们的爱心 好 我觉得用心做出来的粥会非常好 开锅以后 小火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我们看一看 就这是最理想的 有那种鱼眼泡 对 是的 我们盛出一碗看一下好不好 好的 粥盛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莲子芯就要发挥作用了 好 我们现在要放上莲子芯 莲子芯 对 莲子芯有排毒 对 消渴的作用 没错 夏天使用非常的好 没错 对 对 我们还要放上我们的调料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糖桂花 因为糖桂花是我们杭州的特产 对 九月的桂桂花飘香 满街都是对话的 对 是的 我希望大家早餐能多喝美容粥 少用化妆品 好 对口号 好 那这边我们介绍一下 这边是 好 这边是 培根芦笋 卷的培根素菜卷 像荤素大培 对 芦笋也有非常强的排毒的作用 所以说配上芦笋 早餐吃会非常的好 这培根会有淡淡的咸味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美容菜 是 也可以晚上提前 好 闷着 对 而且给它放凉 搁到冰箱里 然后吃凉粥也可以 对 夏天吃凉粥也是非常好 当然要看你这个 你的肠胃的功能 是吧 老年人我们不提倡吃凉的东西 好 谢谢 浅修琴阿姨带来的美容早餐是 营养五色发糕 用料是用绿茶粉 木瓜粉 黑芝麻粉 分别和面粉货制的 绿红黑三种颜色的面团 用胡萝卜汁和玉米面 货制的黄色面团 用白面货制的白色面团 服料有枸杞 酵母 泡打粉 和白糖 这个发糕呢 怎么就和美容联系在一起了 因为它里面有 木瓜粉 有茶 绿茶粉 还有黑芝麻 好 这样的话对美容 您觉得是有好处的 对 那咱们这样啊 把蒸锅 我给您蒸出气 第一步怎么做 把面揉好 揉好了之后 一个一个揉 先放酵母 少放点酵母 泡打粉 白糖 烧行16分钟 发酵了之后 烹起了 要想大发的时候呢 你就有时间的时候呢 就让它多发一会儿 擀成片片 喜欢那个稍微层次多一点 就稍微厚一点 喜欢薄一点的呢 就是有筋头的呢 就薄一些 给它挪在一起 有层次 那么按营养学来讲 红 黄 绿 白 黑都有了 最后这一片我揉啊 我们看看 推个劲 你看 一二三四五彩 压一压 然后就改点刀 对吧 来 来 倒点油 我们有刷子 我们再粘锅 那么再放点枸杞 好 你往这上面走 请均揉 这大概要蒸得上时间了 半个小时左右就行 半个小时左右就行 我估计蒸完以后一定非常漂亮 待会儿见 哇 发气这么高呢 来来来 我们看一看 五彩发糕就得了 待会儿您拿着五彩发糕 待会儿我们来自杭州的小关呢 拿着他的作品 让我们的专家开 现在就让我们的大师祖 来品尝一下 两道有着美容功效的早餐吧 就清整起来 胃肠空空 喝呢 煮得非常烂 极为细腻的粥 有很好的健脾意味功能 另外呢 你配的这个 配根里边呢 裹上了鸡蛋饼 又加上了植物性的 芦笋跟胡萝卜 这个都具有 一定的美容功能 我更欣赏呢 大姐做的这个五彩发糕 因为你综合了五种的营养 在一个这个发糕里面 更适合呢 这个早餐 我们来去做这种发糕 如果这个五彩发糕 配成这个粥 那么我想会更加美容 下面我们看看 我们的专家 支持翟大姐的清亮牌 哦 有一个 支持小关的清亮牌 哦 祝贺你小关 张大姐 您的参与 我便非常高兴 还是那句老话 你行 我行 大家行 猛牛早餐 百分健康行 不见不散 再见 玉米面具有着丰富的营养素 如何将玉米面 巧妙地运用到早餐之中呢 明天来自北方和南方的 两位热心观众 为我们带来 怎样的巧手早餐呢 然后我们下午 我也这样